深夜,漂亮的女孩独自回家,身后突然传来了奇怪的脚步声,女孩撞着胆子回过头,一张面无血色的脸出现,吓得她毛骨悚然。女孩扔下雨伞拔腿就跑,黑衣人则在身后紧追不舍。此时,女孩的父亲正在为她准备生日派对,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 十分钟后,父亲收到女儿发来的短信,今晚不回来了,自己的女儿从来不会夜不归宿。父亲很着急,赶忙给女儿打去电话,但对方的手机却早已关机。 几天后,石黄老人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奶奶踢了几脚,垃圾好像很重。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老人打开包裹,里面竟是失踪女孩早已发黑的尸体,尸体的背后插根芦苇,嘴角则被划开了一道70公分的口子。 女孩死不瞑目的样子十分凄惨,为了模仿凶手抛尸,刑警柳成俊钻进袋子里,从河地上滚了下来,可无论是了多少次,都无法像尸体一样,整齐的立在河边。 由于韩国科技不发达,案发现场并没有安装监控,警方很是疑惑,既然是抛尸,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扔下去,反而费尽巴黎的白好造型呢? 解剖室里法医很专业,一眼便看出死者是个女的,死因为窒息性死亡,嘴角的伤口截面整齐,证明凶手出刀果断,左右两边各划开了70公分,下手极其精准,连糊涂都是一样的。 更离谱的是,凶手只切开了表层肌肉,没有伤及血管与颧骨,这样的手法不会造成大出血,堪称完美。 法医认为凶器是把锋利的小刀,承军拿起一旁的手术刀,问他是不是这样,法医说很有可能,说吧,他将女法医按在墙上,拿起刀子直接祸开了对方的嘴,经过形状对比,发现和死者的果然差不多,死者名叫白志安,年仅二十岁,是一名大乙新生。 警方发现,失踪前,女孩曾给父亲发信息,而信号的发射地点,就在女孩家楼下不远的地方。 智恩的闺蜜透露,案发当晚,几个人一起上班,派对了一个富二代,想要逼迫智恩喝下药酒。 智恩果断拒绝,富二代揪住他的头发,将女孩按在墙上,紧接着便将刀子对准了智恩的嘴角。 此时,一位健庸为的少年冲了进来,一脚将男人踢飞,他亮明身份,竟是首尔最年轻的警察柳承俊。 富二代没有丝毫收敛,将警察推到一边,对着女孩再次开始了拳打脚踢。 承俊彻底怒了,他将男孩按在地上,瞪着愤怒的双眼,直接把对方打成了重伤。 一周前,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嘴角被人用力气划开,凶手明显是个擅长用刀的人。 女孩临死前刚好和这个富二代喝过酒,本以为抓到了本案的凶手,没想到富二代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男孩说他爹是财阀,叔叔是律师,因此态度极起嚣张,说啥都要上法院告诉柳承俊。 可柳承俊的背景也很深,他爸和他哥都是大法官,这让富二代直接没了气眼。 果然,生死有命,富贵再跌,这套法则在韩国很是适用。 当晚,柳家举行了家庭聚餐,很明显,神居政界高位的父母,对成为法官的大儿子更加偏爱,认为小儿子只是个惹祸精。 原来,学生时代的成俊,是个十足的小痞子,经常在街头向为打架斗殴,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哥哥很确信长大后弟弟会成为一名连环杀人狂。 时至今日,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认为弟弟之所以当警察,就是为了更方便的杀人作案。 对于哥哥的怀疑,成俊很是郁闷,兄弟俩住在一起,但却很少沟通,每到深夜,哥哥都会躲进房间,打开他满是小刀的工具袋,做着手工木雕。 成俊怎么也不会想到,审美法官的哥哥,竟然就是个擅长用刀的人。 就在刚刚,女孩被神秘人深夜劫持,当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了起来。 此时远处传来一阵口哨声,女孩不由自助的全身发抖,下一秒,黑衣人二话不说, 直接勒死了女孩,还用刀子在女孩的嘴角划出了对称的伤痕。 当晚,神秘人开车前往河边,将尸体稳稳地处在了垃圾堆,因此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造型极其诡异。 女孩父亲来到停尸间,他掀开白布,女儿的尸体早已面目全非,悲伤的父亲发出了绝望的哀嚎。 葬礼上,警察询问家属有没有得罪过人,身边有没有擅长用刀的人,父亲表示完全没有,可女孩的母亲却提到了一个姓正的老爷们。 此时男人的表情明显变得不自然,似乎怕警察发现什么,随后匆忙地将妻子带离了现场。 经过调查,女孩的父亲白老板经营着一家食品厂,厂房距离女孩失踪地点只有200米。 第二天,成俊来到厂房,发现这里的每个员工都向自己偷懒了不怀好意的目光。 走进操作间,眼前的一幕更加让人震惊,白老板明显说了话,他的每个员工都是擅长用刀的高手,抽筋踢骨,炉火纯精。 凶手能精准地割破皮肤,而不伤其血管,如此精准的手法,也只有这里的人才能做到。 果然,下一秒,一个手持尖刀的神秘人,悄悄来到了成俊的身后,柳成俊两名身份,问他们认不认识一个姓正的人。 提到此人,大家的眼神开始闪躲,赶忙否认,更有一名员工从后门悄悄溜走,躲进库房开始通风报信。 员工谨慎地打着电话,却不知警察就躲在门后,成俊了解到,神秘人名叫郑婉春,是个不一般的人物。 恰巧此时警局接到了报案,从行车记录仪中,调取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黑衣人将之人抵在墙面,拿刀威胁着对方。 员工承认此人就是擅长用刀的郑婉春,两人的对话被潜伏在外面的组长接了下来。 当成俊来到藏身之所的时候,郑婉春早已不见了踪影,少年刚刚放松警惕,身后的老头便一刀捅了过来。 两人在狭小的房间直接开打,郑婉春虽然刀法精湛,但完全不是成俊的对手,直接被对方压在身下靠了起来。 很快,一大批警察赶到现场,郑婉春百般狡辩,说自己没有杀人。 被捕的时候,一辆车子正停在不远的地方,车里知人的爸爸和组长正面露胸光,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可审讯的时候,嫌犯拒不承认,还向法院申请了国民陪审团参与审判。 出人意料的是,法院真的同意了,国民陪审团由相关部门面向社会随机抽取,成员有卖汤饭的大妈,社区的工作者,俄媒派的灭绝失态,以及996的底层社畜。 他们的意见将左右案件的走向,影响最终结果。 本案由韩国最年轻的法官柳承勋负责,开庭当天,法官通过抽签确定了9位最终陪审人。 记住这9个人,他们早已被凶手标记成为了猎杀目标。 法庭上,嫌疑人郑满春被带进了现场。 奇怪的是,此时的父亲白老板却一点淡定,郑满春承认自己和白老板有300块钱的债务纠纷。 对,就是因为这区区300块,男人写了杀心,此时全场沸腾, 但郑满春却说自己并不是杀人凶手。 那天晚上,除了他还有一个人在案发现场。 当时雨下得很大,郑满春追着白志恩跑了半速,随后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此时一辆私家车经过,用大灯黄的歹徒睁不开眼,女孩趁机逃脱,并在广场发现了这辆私家车。 惊慌失措的他向司机求助,对方却不为所动。 当歹徒逼近的那一刻,车子的门锁缓缓打开,志恩慌地上了车。 郑满春清楚地看见驾驶位上的人,就是首尔最年轻的刑警柳成俊。 紧接着车辆启动,消失在了他的视野。 郑满春很确定柳成俊才是杀死白志恩的真正凶手。 此时,坐在台下的白老板,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二十年前的夜晚,一个满脸嗜血的男孩,躲在地板下面,逃避着他的追捕。 如果没猜错的话,当初的那个男孩已经长大了。 深夜,五名男孩正在躲避坏人的追杀,此时,最年幼的弟弟一脚踏空,掉到了桥下。 远处杀手吹着口哨,不断向几人逼近,孩子们立马露出了惊恐的眼神。 最大的孩子让几人先走,自己去救弟弟。 下一秒,几只疯狗便寻着气味追了出来,哥哥捂着弟弟的嘴,完全不敢吭声。 另一面逃跑的三人,熟练地翻过铁网,但其中一个孩子却不小心踩到了捕兽家,另外的两人顾不了那么多。 他们跑上公路,对着驶来的汽车不停挥手求助,可这辆汽车竟朝着孩子们直接撞了过来。 就这样,戴好二次的男孩当场死亡。 紧接着,两个带着压舌帽的男人下了车,带走了男孩,并将二十四号的尸体扔在地上,鲜血顺着地板的缝隙流了下去。 此时,之前的兄弟二人正躲在地板的下方,他们不敢发出声音,任凭同伴的鲜血滴在自己的脸上。 两人吹着口哨,将手电筒对准地板的缝隙,两个孩子还是没能逃出他们的追捕。 两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大脸。 此人便是二十年后,死了女儿的那个父亲,白老板,而当初的那个男孩已经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出现在了庭审现场。 作为检查,成俊有充足的理由来致证嫌疑人。 根据爆料,郑满春有私人大嘴的前科,成俊来到信息提供的宾馆,果然找到了受害者本人。 当女人摘下口罩的那一刻,脸上的伤痕和死者如出一辙,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在场的每个观众都不忍直视。 郑满春暴跳如雷,他说这是柳成俊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九名陪审人的八位一致赞同郑满春是杀人凶手。 唯独八号始终拿不定主意,他认为案件还有很多疑点,可重压之下,女孩只能选择妥协。 就这样,结果公布,陪审团一致通过,郑满春被判处无期徒刑。 气息败坏的被告狗急跳墙,用笔戳伤一旁的律师,随后冲向审判庭,准备对法官痛下杀手。 关键时刻,成俊冲了过来,阻止了悲剧的发生,临走前,郑满春向陪审团放出狠话,在场的九个人,一个都活不了,晚上回到家里。 一向沉默的哥哥突然质问弟弟白智恩,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沉浸了头皮一阵发麻,迟到现在,哥哥依旧不相信自己的弟弟。 案子结束后,陪审团选择一起聚餐,他们按照编号顺序做起了自我介绍。 注意他们的身份很关键,一号是退休会长,二号是电台导演,三号是普通职员,四号是职业神婆,五号没有参与,六号是餐厅老板, 七号是出租车司机,八号是政府社工,九号是主播网红。 九期过半,神秘的五号终于姗姗来迟,他看到九号在用手机直播拍照,立马冲上前去夺下了对方的手机,看来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就在几人推杯换展的时候,押送郑满春的车辆,却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这个危险的人物再次获得自由,这一次他要复仇。 原来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犯人只是对窗外的摩托车点了点头,紧接着这里便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小丑杀人案的主角郑满春也逃了出来。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现场也是一片狼藉,成俊调取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果然看到了郑满春的身影,他沿着视频轨迹一直走,发现犯人逃跑的地方,这是哥哥所在的法院。 成俊回想起郑满春曾在法庭上口出狂言,说要杀掉在场的每一个人,看来他的第一个复仇目标就是自己的哥哥。 成俊赶忙给哥哥打去电话,让他注意安全,为了保护九名陪审人,哥哥立刻来到档案室调取资料,可此时他才发现,陪审团的资料表竟被人撕掉了半章。 原来,庭审当天,郑满春大闹法庭,他趁即将私下的纸条攥进了手里,也就是说,他已经拥有了七八九号陪审人的地址信息。 此时,他正在驾驶摩托,前往八号陪审人的住所。 八号走在回家的路上,女人的第六感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收到法官群发的信息,告知他郑满春已经逃跑,请各位陪审员注意安全。 女人打开新闻,搜索着相关报道,全然忘了回复信息。 当他走上楼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房门竟然没有上锁,心大的女孩以为是房东来取东西,就没有在意。 他照常走进房间,脱下外衣。 此时,女孩收到了法官打来的电话,确认八号平安无事,承勋玄这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就在女孩准备扎头发的时候,身后的卫生间,竟有一道人影闪过,八号壮着胆子走了过去,一把推开房门,里面却空无一人。 他刚刚舒了一口气,身旁的郑满春便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脸。 第二天一早,大批武装刑警将八号的家团团围住,此时,嫌犯正挟持着女孩站在楼顶。 他之所以没有杀掉八号,只是为了自证清白,让总统视他无罪,这个要求显然有点抢人所难。 身后,柳承俊正一点点向人质靠近,暗中寻找击毙嫌犯的机会。 可没想到对方将女孩拖进了室内,房间里八号趁着聊天的功夫,一脚踢飞郑满春,躲进了卫生间。 承俊见时机成熟,赶忙撞破玻璃冲进了室内。 随后他二话不说,照着对方的肩膀就是一枪。 只可惜成俊的战斗经验还是不俗,他竟背对着凶手关心起了被绑的女孩。 郑满春抬起手,对着柳成俊的腰子就是一刀。 随后,楼下的武装警察总算冲了上来,逮捕了嫌疑人。 医院里一群行为怪异的医生,向郑南春的病房走去。 一个女人几句话便支开了仅有的一名守卫,四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病房。 男人摘下口罩,此人正是智人的父亲白老板,他拽开衣服,直接将手指戳进了对方的伤口。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管剥尿酸。 郑满春彻底慌了,他不停地开口求劳,说自己只是拿钱办事,白智人真的不是他杀的。 雇主只是让他绑架女孩,剩下的事情他一概不知,白老板并不相信。 但郑满春也留了一手,他录下了两人的通话记录,还提到了雇主的名字郑云仔。 听到此处,白老板和组长都是一脸不可思议,没错,这个郑云仔就是二十年前藏在地板下的那个男孩。 他们是一群被恶魔囚禁的男孩,每天像奴隶一样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这天,男孩只是跟同伴聊了几句天,便遭到了看守的拳打脚踢。 深夜,男孩从福利院逃了出去。 他一路跑到警局,好心的所长为男孩买来了酸奶和面包,男孩饿急了,打开一袋直接塞进了嘴里。 不过,所长对男孩所说的福利院依旧抱有怀疑的态度,身为检查的他实在不敢相信,韩国还有这种地方。 上一秒他还在让对方签字,下一秒便带着昏迷的男孩回到了这所福利院。 原来派出所的所长才是福利院的真正主人,他狠狠训斥了看守。 紧接着,男孩便被带到了审讯室,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安保族长本想杀了男孩,可一旁老白的媳妇有了身孕,他决定放男孩一马,为自己未出身的孩子积点应得。 就这样,男孩重新回到了组织中,五名少年暗暗发誓,将来出去后一定要让这些坏人血债血肠。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老白再次找到了当年的所长,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警局的一把手。 原来,老白的应得只让女儿活到了二十岁,几天前,女儿被杀了,他怀疑凶手就是当年福利院的孤儿郑云仔。 老白希望能和书长联手,共同找出真凶。 由于事不关己,书长显然不敢进去,不过很快他便想到郑云仔既然杀了老白女儿,也会对他的亲人进行打击报复。 果然,此时一个身披羽衣的神秘人,已经悄悄来到了幼儿园。 当书长赶到的时候,自己的外孙早已消失不见,他找遍了整个园所,依旧一无所获。 就在他陷入绝望的时候,外孙却自己冒了出来。 男孩说,一个叔叔为他买了很多零食,书长打开一看,熟悉的酸奶,熟悉的面包。 这正是20年前,自己交给报案男孩的那堆食物,明显对方再向自己发出警告。 书长赶忙询问对方的容貌,外孙说,叔叔穿着一身羽衣,戴着小丑面具,嘴角裂开的长度足足70公分。 书长很生气,回到办公室,他通过电话留言狠狠训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的状态,这让书长的内心多了几分不安。 当天下午,一具女士便在附近的公园被人发现,死众与白志恩基本相同,嘴角依旧有着标志性伤痕。 书长来到停尸间,掀开白布,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果然就是自己的女儿。 同时,这个女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她就是正满春了的9号陪审人。 深夜,两个女孩乘坐一辆出租车,司机却通过后视镜向两人投来诡异的目光。 下一秒,一辆摩托车违规别到了车子前面,司机一个急杀,随后整个人暴跳如雷。 他一脚油门跟了上去,对着骑摩托的女司机破口大骂,然后还自言自语说,要杀光韩国不听话的女人。 司机问两人谁先下车,两个女孩内心一阵不安,他们小心嘀咕着,年长的姐姐让妹妹先下,如果司机图谋不轨,自己应付得来。 可下一秒,女人便全身是伤,一脸惊恐的在路上狂奔,她躲进树林。 此时,不远处的手机响了起来,女人刚要接听,杀人狂便来到了她的面前,对方二话不说,照着面门就是狠狠一脚,随后硬生生将女人拖出了树林,密室里,墙上供奉着9个小型光果。 每个棺材里都放着一个木雕,一张照片,这9个人正对应着正满纯烂的9名陪审员,被绑在密室的女人,正是里面的9号,第二天,女人的尸体在公园被人发现。 听说9号死了,柳成俊顾不得受伤了身体,赶忙冲到了警局,法医推断,凶手先是对着女人一阵殴打,随后活活闷死了对方。 死只脸上的伤痕和白痴一样,都是七十公分。 根据梅甲的掉落程度分析,女孩死前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本以为此案的凶手依旧是郑满春,可郑满春却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当时她正在挟持陪审团的8号,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8号记得当天聚餐结束,9号是最后一个留在出租车上的人,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望着死者的照片,警察们瞬间陷入了僵局,他们目前只能得到两条推论,一、凶手模仿白痴安的案子杀死了9号。 二、根据时间节点来看,凶手大概率是陪审团里的其中一员,可紧接着两条新的疑问产生。 一、白痴安的案子是内部机密,熟知细节的只有警局里的人,如此看来,杀死9号的可能是内部的一名警员。 二、如果不是模仿作案,证明是同一个凶手杀了白痴安于9号,如此一来,郑满春就是冤枉的,既然准备先从陪审员着手调查。 六号作为餐饮店的老板,刀工非常精湛,从能力来看可能性最大。 一号虽然是个老头,可案发的时候,却神秘消失了4个小时,二号是个老色批,聚餐的时候一直盯着9号在看,三号嫌疑最小,案发时间有不在场证明。 四号每天装神弄鬼,不像是会杀人的人,七号胳膊上有蜘蛛形状的纹身,他自称弄丢了行车记录衣,是最后和9号分开的人,因此嫌疑最大。 至于神秘的5号,曾和9号爆发过争执,也是个值得怀疑的人,就在众人还在怀疑陪审团的时候,法官柳承逊已经对自己的弟弟展开了调查。 深夜,他悄悄取走弟弟的车钥匙,来到了地下停车场,他打开车门,并在汽车的副驾驶找到了一个耳环。 经过对比,这果然是9号死者的遗物。 而更可怕的是,此时的柳承俊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9号的半截指甲。 老人的女儿被杀了,可此时他却接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打开手机,点开链接,里面正是女儿死前一分钟的视频。 女孩问凶手为什么绑架自己,凶手说原因就是女孩的父亲。 他故意给女孩一个特写,随后用塑料袋偷偷闷死了对方。 看到这里,警察署长心如刀割,他记得白老板曾经说过,凶手是以前福利院的孩子郑云仔。 回到殡仪馆,下属柳承俊正在安抚自己的外孙,渴望着承俊脖子上的项链。 署长瞬间变了脸色,当年的郑云仔脖子上戴着同样的项链。 署长调来了柳承俊的资料,发现他果然是被收养了孤儿。 承俊曾经跟同事提起,项链是姐姐给他的,这让署长更加确定承俊的身份。 当年的福利院,郑云仔是和姐姐郑云青一起来的,两人的脖子上戴着同款项链。 如此看来,柳承俊就是郑云仔。 他赶忙将此事告诉了白老板,让他杀掉承俊,为两位孩子报仇。 此时的承俊还在盯着5号陪审人,同时打了电话,原来是医院的郑满春,点名要见柳承俊。 来到楼顶,承俊只开了看守的警察,本以为郑满春会向自己做出攻击性动作,没想到下一秒他却跪在了地上。 郑满春有个4岁的儿子,患有脑瘤,某天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让郑满春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事成之后便有3000万的报酬。 为了救儿子,扶其二人豁出去了,一个自愿成了杀死白之恩的剃碎羊,一个为了演戏包开了自己的嘴角。 杀手履行承诺,郑满春的儿子果然得救了,可为了活命, 他将自己和杀手的通话录音交给了白老板,凶手已经杀死了九号,如此一来,他肯定会报复自己的妻儿。 郑满春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柳承俊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免受伤害,作为回报,他会将另一份录音档案交给承俊。 柳承俊答应了对方的请求,此时,承俊的哥哥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可他刚走到门口,一具尸体便从楼顶掉了下来。 承俊仔细一看,此人竟是郑满春,楼顶一道人影闪过,承俊立马追了上去,只见看守了巡警,浑身是血倒在了地上。 巡警介绍,承俊和郑满春一直在聊着什么,看自己回来了,承俊便大步离开,可不到一分钟,自己便被人从背后投袭,失去了意识。 如此看来,柳承俊很有可能是杀死郑满春的人,队友给承俊打去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警察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承俊的位置,当刑警推开房门的一刻,看到承俊手里正握着刀柄,而刀刃已经插在了死纸的身上。 警察没有犹豫,直接将枪口对准了柳承俊,因为这次被杀的人正是郑满春的棋子。 承俊将配枪扔在地上,他说凶手刚刚逃离了现场,自己是来救人的。 警察明显不信,说什么都要逮捕承俊,眼看自己就要被对方崩死。 承俊赶忙逃出房间上了车,没想到下一秒一辆皮卡拦在了对面,紧接着自己便被迷晕了。 男孩正在家里玩水,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以为是爸爸回来了,想都没想直接打开了房锁。 不想这一举动,竟让母子二人丢掉了性命。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房间里有个男人正在拔刀,这个人就是首尔最年轻的刑警柳承俊。 柳承俊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杀人真凶,为了洗脱罪名,他只能逃离了现场。 由于柳承俊跑了,警察署长险歇气的原地爆炸。 刑警们来到了柳家,展开了全面调查,得知自己儿子成了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 妈妈一阵急火攻心,她并不是关心儿子的死活,只是怕这件事情影响自己的部长竞选。 父母的冷漠让哥哥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本以为柳承俊是畏罪潜逃,其实他此时正被一股黑恶势力,囚禁在了地下室,一束灯光照在了承俊脸上。 仔细一看,对面竟是第一个死者的父亲白老板。 白老板很确定眼前的承俊,就是杀死女儿的凶手郑云仔,脖子上的项链早已说明了他的身份。 黑衣人二话不说,对着承俊就是拳打脚踢。 随后,白老板掏出一把匕首,对准了承俊的眼睛。 眼看自己命悬一线,柳承俊开启主角光环,在被五花大榜的前提下,放到一群打兽跑出了地下室。 树林里,打兽们对着目标扣动扳机,但每一枪都打在了树上。 承俊一直跑,前方却没有了路。 眼看后有追兵,前有山崖,柳承俊心里意狠,反正韩国也没有什么高山,掉下去也摔不死。 说吧,他便直接跳了下去。 摔下山崖的承俊果然没有死,只是鼓鼓头有点疼。 他走向一处电话亭,本想报警,突然想起自己成了头号嫌疑人,报警明显对自己不利,可智能手机用惯了。 他早已记不住任何的电话号码,无奈的他翻遍全身,终于找到了一张名片。 几天前,自己在出任务的时候,救下了一个女孩,为了表示感谢,女孩将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了承俊,他便是正满存案的八号陪审员。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八号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往现场。 他刚将受伤的男人扶上车,白老板和他的打手们便追了过来。 望着电话亭里的血系,白老板提高了警惕,将目光锁定在了一旁的车子上。 果然,车子的第二排正坐着一个盖着黑布的人,白老板掏出刀子,一把拽下黑布,发现竟是一个醉秀的女人。 八号的演技很好,直接骗过了白老板,柳成俊就这样被女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那天成俊去医院看病,刚好撞见郑满春坠楼身亡,弟弟柳成俊是最后和郑满春接触的人。 除此之外,现场发现了一枚扣子,上面还有着柳成俊的指纹,这不得不让他对弟弟产生怀疑。 此时的成俊正躲在八号的住处,八号也有怀疑过对方是杀人狂,可对方舍命救过自己,所以他还是选择了信任。 此时的成俊已是走投无路,只能请哥哥帮忙,第二天,八号带着一群孩子以参观的名义故意寄进成俊,并塞给他一张手帕,成俊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有弟弟写给自己的字条,弟弟表明自己真的不是凶手,希望能和哥哥在老地方见上一面。 哥哥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纸条交给了警方,白老板也收到了成俊出没的信息。 当晚,哥哥提着箱子出现在了约定的地点,四周除了警察就是白老板的手下,柳成俊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包围中,他毫无防备地走向哥哥,警局里的队长故意将手机扔下了车,小胖一个转身按到了汽车的喇叭,为了袒护自己的队友,既然可谓煞费苦心,众人一拥而上,成俊简直不敢相信,哥哥会出卖自己,他拔腿就跑, 路上遇到了埋伏自己的队友,众人没有说话,都是选择视而不见,成俊就这样狼狈地逃了回来,哥哥的背叛让他万念俱灰,就在他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此人便是自己的法官哥哥有成俊,原来就在收到成俊的求救信后,哥哥便开始计划如何瞒过警方, 他先是将纸条交给警方,随后让人为八号带来了计划安排,警方早已安排人手盯上了自己,今晚的表现让警方对他放松了警惕,见到哥哥,成俊百感交集,两人交换了彼此得到的信息,楼顶的扣子确实是自己衣服上的,让他去寻找凶手的对话录音。 当他到达旅馆的时候,郑满春的妻子已被杀害,卫生间里满春的儿子已已经溺水,他拼尽全力救活了孩子,看到女人还有一丝气息,便想着如何挽救对方,没想到此时将刑警突然冲了进来,冤定自己是杀人凶手,自己没有办法只能跑,不过他明明救活了孩子,可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孩子却死了,这说明凶手当时很可能藏在室内。 第二天,哥哥为弟弟带来了很多装备,几人决定从白老板下手,找到他手里的那份童话录音,老婆给老公打电话,说女婿来家里串门了,可老公明白,自己的女儿几天前刚被杀,并且他根本没有什么男朋友。 此时,房间里的黑衣人正在翻箱倒柜寻找着什么,男人赶回家,掏出一把匕首,悄悄摸索进女儿的房间,黑衣人刚要出去,两人就这样隔着一扇门不期而遇,白老板对着门板就是一刀,黑衣人回首一个大巴掌, 随后转身就跑,白老板拿起相框,发现自己留存的证据果然不见了,此时的他内心一阵绝望,而妻子却再次做到了蛋糕前面给死去的女儿轻生。 女儿去世后,妈妈彻底丧失了心智,而老白板却只有一个想法,杀掉凶手,给女儿报仇。 他一把扯下生日装饰,疯狂的妻子立马从背后抱住了老白板,老白一把推开女人,摔碎了桌子上的蛋糕,可就是这一推,妻子的额头撞在了尖锐的桌角,当场死亡。 老白的身体直接贪染了下去,随后他发出了一阵渗人的笑声,自此以后,他变了无牵挂,杀掉柳成郡成了他唯一活着的动力。 老白将妻子塞进了冰柜,告诉他千万不要怪自己,要怪就怪柳成郡,而这边,回到基地的柳成郡并没有找到右盘,资料早已被真正的凶手拿走,扔进了焚化炉。 哥哥想起当初自己在医院的楼下,看到天上飞着一个无人机,也就是说,无人机可能会拍到杀死郑晚春的真正凶手,这成了破案的最后一丝希望。 白老板杀膝之后,一时在寻找柳成郡的踪迹,他找到开出租车的七号陪审员打探消息。 原来二十年前,七号也是福利院的安保人员,他性格暴力,经常对着孩子们非打击骂。 那天,他参与案件的陪审,竟然看到了福利院里曾经的一个孩子,此人便是五号陪审员,他怀疑是五号联合柳成郡,一起杀死了白老板的女儿,两人即刻决定分头行动,一个找五号,一个找成郡。 夜晚,五号正在等待七号的出现,此时眼前的一个美女瞬间吸引了他,五号想起此人便是开着摩托骂自己的小混混, 他立马开着出租凑了上去,女孩最寻虚的走出酒吧,女孩上车就喊,我要回家,趁着女孩熟睡,司机将车子开入了深山老林,当女孩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想去的目的地。 下一秒,司机打开车门将女孩拖了出来,揪住头发一顿暴打,一切只是因为几个月前,女孩在驾驶摩托车的时候挡了他的路,此时的女孩也是奄奄一息, 他用最后的力气将电话打给了一位社工,司机一把夺下女孩的手机,紧接着捡起一块大的石头,狠狠地对着对方砸去。 一小时后,警察根据信号定位来到了汉拿山,经过半小时的搜索,社工终于发现了女孩的尸体,他抱着女孩失声痛哭,此时他突然动了一下,原来他通过假死逃过一劫。 警方将女孩送进了医院,根据受害人的描述,在昏迷看到的壁式壳浪形状的纹身,同时对方的胳膊,还有被抓伤的痕迹。 夜晚,8号将刺青的事情告诉了承俊,承俊一息息的,这和陪审团里的7号崔斯基的纹身一模一样,被害人名叫尤娜,他的脸上的伤,与前几天被杀的9号陪审员如出一辙。 如此看来,7号很有可能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9号死前曾拼命反抗,抓上了凶手,只要梅甲中的D&E能与7号一致,那就是证据确凿了。 承俊找到法医,报告果然出来了,死者指甲中的血迹并不在数据库中,虽然不能确定7号是否为真凶,但至少洗脱了柳承俊的罪名,望着桌子上的鉴定报告,江醒醒的心里泛起了嘀咕,他把证据拿给署长,署长猛了,他很确定是郑云宰杀了女儿。 而现在的柳承俊,就是当年的郑云宰,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掩埋了这份报告的存在,命令下属继续通缉柳承俊。 夜晚,承俊来到7号司机的住处,准备想办法弄点对方的D&A,他悄悄走上楼,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而室内,7号早已被人用酒瓶子放倒,地上还残留着一滩血迹。 此时,房间里传来了手机的铃声,承俊在挂中的上面找到了这部手机,正当他疑惑的时候,一群警察来到了楼下, 承俊明白自己中计了,一旦被人发现,他就算跳进话纷尺也洗不清了。 回到基地,承俊和哥哥打开手机,发现里面有一段刚写入的录音档案,原来7号知道有人会来找他,便留下了一段录音证据。 男孩们正在刷厕所,此时一名教官走了进来,孩子们赶忙卖力工作。 心情不好的教官走向一名男孩,将对方的头按进了水池里,随后,他命令男孩伸出舌头,用舌头当挖布舔干净所有屋子,否则就打爆他的脑袋。 男孩没有办法,只能照做。 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教官的暴打,很多的教官硬生生踩断了男孩的手腕。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教官正在家里看电视。 此时,一个神秘人走了进来,教官黑黑一笑,因为来者正是当年被他暴打的男孩。 男人说,那天他在庭审现场,碰巧看到了对方,起初他还不太确定。 但看到对方手臂上的伤疤时,便猜到了眼前人就是福利院里代号N7的男孩。 当年N7和代号N24的男孩一起逃出福利院,半路上N24被教官开车撞死。 这件事对N7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他就是来报仇的。 N7拿起酒瓶子,直接捶爆了教官的脑袋,男人应声倒地,失去了知觉。 听着上手机里的录音,成俊的心里发现了嘀咕,庭审现场,7号陪审员坐在第二排,这么说,连环杀人狂当时就在庭审现场。 第二天,成俊再次来到7号的家里,他根据录音模仿着凶手的作案,悄悄摸索进室内。 在实操的过程中,他发现N7走路的脚步很慢,明明三步就能走进室内,录音里却传来了五次脚步声。 这边,法官柳成俊也发现凶手的脚步节奏有很大的问题,好像不是正常人。 他给弟弟打绝电话,让对方配合录音的频率,一步步走下楼。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下楼的时候,凶手一次只能迈下一个楼梯。 成俊想起陪审团里的五号陪审员是个脖子,走路有明显的问题,看来五号就是N7,他应该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根据八号的描述,五号陪审员行为古怪,因为九号在直播的时候拍到了他,他便和对方吵了起来。 后来大家都知道九号当晚就死了。 吃饭的时候,八号留意了五号的手腕上面的确布满了伤疤,成俊立马决定逮捕五号,可是为法官的哥哥却泼起了凉水,就凭这点证据是无法定罪的。 出门的时候,法官对八号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相信柳成俊,也不要相信我。 回到房间,八号越发觉了成俊可疑,他趴在桌子上准备休息,成俊却悄悄下了床,男人拿起一件衣服刚要出门,随后便转过身,用恶毒的眼神盯着眼前的女孩。 八号并没有睡着,他已经做好了反抗的准备,没想到对方只是为自己盖上被子。 另一边,警局终于传来了好消息,经过鉴定,九号死者指甲中的DNA果然是七号的,柳成俊摆脱了嫌疑人的身份,就在几人因为误会成俊而争吵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杀害七号的凶手,陪审团的第五号成员竟然自首了,死在自己的婚礼现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是财罚家族的一场重大联姻。 老父亲举起酒杯,向在座的宾客表示感谢,却不知酒杯里早就被人下入了毒药,情到深处,男人举起酒杯一眼而尽,可下一秒,他便感觉到千万只蚂蚁在啃食自己的喉咙,很快,财罚被众人背了出来。 另一面,不知情的新娘还在跟闺蜜一起拍照,满脸都是幸福的表情,工作人员得到消息,赶忙一路小跑通知新娘,当她推开大门的时候,眼前的一幕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此时的新娘早已浑身是血,死在了封闭的化妆间,嘴角还被人割开了一道七十公分的口子。 时间回到二十年前,采发本市食品厂的送货司机,每日的工作就是为福利院配送食品,可是一个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一箱牛肉,没想到里面掉出来的竟是发霉的土豆。 没错,福利院的食物早就被院长和食品公司动了手脚,他们一边骗取高昂的补助,一边给孩子们吃廉价的食物。 事后,司机将送货单交给管理部门,很快便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男人一脸兴奋,立刻给自己的女儿报了个钢琴班。 望着福利院里和女儿同龄的孩子,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同情,男孩年纪虽小,但却早已看穿了一切,他下定决心,让眼前的司机死在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贪心的财阀终究付出了洗淋淋的代价。 柳承俊亲眼见证了这两起命案,财阀父亲是陪审团里的一号,除此之外,三号在案发前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六号也是之后才回来的。 更可疑的是,自首的五号也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原来,法医在七号死者的头上,发现了两处伤痕,第二处才是真正的致命伤,两处伤口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在五号下手之后,七号并没有死,紧接着又有人进入了房间,对着七号的头又是一下,一急毙命,正因如此,自首的五号又被无罪释放了。 谁是真凶我们不得而知,可此时的卫生间里,一个男人正满身湿血站在镜子前面,这人打开水龙头,冲掉胳膊上的血迹,随后他缓缓抬起头,此人正是柳承俊的哥哥,法官柳承俊。 怀孕的女人走在大街上,鲜血顺着他的大腿流了下来,女人看了一眼远处的厕所,准备就地解决,此时,一个男人恰好路过,他走上前善意提醒对方,生孩子的去医院,去厕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女人还在嘴硬,他说自己没怀孕, 只是得了肠梗阻,所以肚子看上去比较圆,去趟厕所就好了,说吧,他便忍着剧痛向马路对面走去,此时,一辆货车向女人撞了过来,千军一发之际,男人一个飞扑,将女人推到了一边,而自己的腿却被汽车压倒,因此成了残疾,一转眼,五年过去了,女人的孩子顺利出生,并到了上学的年纪,女人说,就自己的男人姓安是施工队的经理,安经理虽然长得凶,但心地善良,给未婚妈妈盖了很多免费的房子, 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上学,是个十足的大好人,可如今,安经理成了连环杀人案的重大嫌疑人,安经理承认,他就是福利院代号英气的男孩,深夜,他来到了陪审团7号崔司机的家,并捶爆了对方的脑袋,可警方事件显示,杀死7号的另有其人,因此他又被放了出来,半路上,安经理被两个杀手尾随,很快便被对方抓上了车,抓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丧心病狂的白老板, 为了逼迫对方说出郑云仔的下落,安经理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他宁死也不开口,原来二十年前,他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为了活命,他把同伴的逃跑计划告诉了管理员白老板,因此他亲眼看到N24死在了自己面前,白老板一怒之下在山上挖了个坑,将安经理埋了进去,可第二天他们回来的时候,安经理竟然逃跑了, 紧接着,他出现在了婚礼现场,随后,一号陪审员和新娘子相继遇害,警方详细调查了案发现场,并在酒店的监控里,发现了安经理的身影,作为陪审团的五号和福利院N7号男孩,安经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怀疑目标,深夜,无处可去的安经理躲进了桥洞,一个黑衣人却找了过来,此人便是杀人狂郑云仔,第二天,陪审团的五名幸存者在一起聚餐,此时几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里面说要跟大家玩一场拯救游戏, 几人点开链接,发现五号正被绑在一个球笼里,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没经过一个小时,自动装置就会将绳子升高二十公分,这是一场死亡直播,留给安经理的时间不多了,他不断挣扎,不小心撞倒了中间的椅子,随后,他拼命将椅子立了起来,他发现为了活命,自己只能站在椅子上等待救援,屏幕外,警察们没有丝毫的头绪,如今只有十四个小时,来挽救男人的生命,此时,直播间突然传来了一阵钟声, 承俊想起上一个被杀的死者家里,正好有一面挂钟,他急匆匆来到房间,忽然发现房梁上悬着一个人,承俊死死抱住目标,突然感觉身体很轻,仔细一看,眼前的人质只是个人偶,凶手明显在误导观众,浪费大家的营救时间,男人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报应, 二十年前,他出卖了队友,将逃出福利远的计划,告诉了管理员,所以他才会遭到郑云仔的追杀,可如今,他只想跟同伴们说句对不起,就在观众一筹莫展的时候,直播间里墙面低遮光连突然脱落,上面露出了一句话,我在这里,快救救我,望着墙面上的字体,陪审团里的二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很明显,他知道这是哪里,但却没有声张,二号是电视他的导演,他赶忙回到办公室,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了一盒录像带,里面的内容正是当年采访希望福利院的视频,男人走进厕所,打开录像机,他猜的没错,那面墙是福利院的地牢,此时的安静里就被关在这个地方,柳成俊望着墙上的字体,感觉非常熟悉,他小的时候都过失忆症,直接的自己被收养前叫郑云仔,而这面墙应该就是福利院的墙壁, 成俊跑回家问妈妈自己是从哪个福利院领养来的,人命关天,不能再隐瞒了,父母二人面面相娶,坚称成俊是夫妻二人的亲生儿子,此时成俊接到电话,八号已经查到了安静里的收养信息,福利院的位置就在汉拿山的108号,成俊驾驶摩托来到了荒废的福利院,此时他的大脑一阵疼痛,他依稀气的自己和同伴相约,要逃出这个地方,难道我也是这个福利院出来的吗? 安静里的倒计时时剩下了20分钟,成俊进入福利院,赫然发现一个黑衣人正站在远处,他跟随对方的脚步来到了废弃教训楼,可下一秒,一针麻醉剂便扎在了他的脖子上,成俊努努力保持着清醒,想看清对方的脸,但一股无力感很快便蔓延了全身,安静里就这样一命呜呼,成俊观察到对方的鞋底有一处黄色的游记痕迹,这也成了寻找凶手的唯一线索,记者扛着摄像机闯入了韩国的一家福利院,在地下室里看到了 惊人的一幕,四名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关在地牢里,看不出是人是鬼,记者亮出了证件,他说自己接到知情人的举报,如今偷偷起来,就是为了曝光这所福利院,四名男孩中,一个孩子的腿背部受加加伤,失血过多,生命垂危,记者承诺自己马上就会带人解救孩子,将福利院的恶行公之于众,转眼见20年过去了,记者并没有为孩子们发声,而是选择隐瞒事实,为了报复一名男孩长大后变身连环杀人狂,专杀当年知情不报的人, 安经理本是五位儿童中年纪最大的,由于自己当年泄露了逃跑计划,而遭到了同伴的追杀,安经理很是自责,为了赎罪,他故意踢开脚下的一次上吊自杀,下一秒,法官柳承勋冲冲了进来,承俊已从昏迷中苏醒,二人合力将安经理救了下来,只可惜为时已晚,五号陪审员彻底凉凉,承勋的脸上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紧接着,大家接到凶手发来的信息,游戏结束,兄弟二人准备好好盘一下这所福利院,可刚一出门, 便撞进了丧心病狂的白老板,白老板坚信是柳承俊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几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兄弟二人双拳难敌四手,很快便被对方抓了起来,关键时刻,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阻止了悲剧的发生,所有人都被带到了警局,唯独白老板的大手组长顺利逃跑,看到白老板被抓进来了,警察署长很是气愤,你个没用的东西,你进来了,谁提我们的女儿报仇呢? 白老板很是冷静,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警察局里解决柳承俊,署长觉得白老板的做法很冒险,为了灭口,署长准备先杀了白老板,他指使江刑警在女厕所处去了老白,起初江刑警并不同意,可一个月前,自己在出任务的时候,故意设立一个局,把柳承俊变成了凶手,但由于疏忽,自己的秘密被一个四岁的孩子听见了,为了让人生没有污点,江刑警用枕头活活闷死了郑婉春的儿子,这件事成了署长操控他的把柄, 就这样,江刑警将白老板带进了女厕所,眼前四下无人江刑警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相对于卑鄙的书长,他更想和白老板合作,否则自己以后也会是一样的下场,说吧,他解开了对方的手铐,怎奈热脸贴了冷屁股,白老板是个丧心病狂的法外狂徒,他没有丝毫犹豫,三两下就干死了江刑警,并把他扔在了厕所里,事后,他悄悄潜入柳承俊所在的审讯间,拔掉监控,用一根电源线,死死缠住了柳承俊的脖子, 承俊毫无防备,直接中招,办公室里,法官带来了一份优盘,他走遍大街小巷,终于在一台无人机里,找到了郑满春被杀的画面,视频显示,将郑满春推下高楼的人正是白老板,除此之外,郑满春的妻子也是白老板一刀捅死的,此时,丧心病狂的白老板十分兴奋,为女儿报仇的理想马上就有实现了,柳承俊就这样完全失去了反抗,白老板很兴奋,这次他终于可以为女儿报仇,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自己又杀错了,很快,柳承俊便失去了生命提升,但下一秒,他再次睁开眼,趁着对方疏忽的间隙,一个过肩衰,紧接着便死死掐住了老白的脖子,千军一发之际,警察冲了进来,保住了老白的性命,承俊的反杀并没有得逞,署长看到眼前的一幕,露出了气愤的表情,白老板,柳承俊,他想杀的两个人竟然谁也没死, 很快,江青警的尸体便被抬上了灵车,如今,围绕这个案子已经死了11个人,可凶手是谁却依然毫无头绪,舆论压力下,署长公开了案件的调查进度,白老板虽然不是小丑杀人案的真凶,但却杀死了郑婉春一家,柳承俊彻底洗脱了罪名,恢复了原职,安经理的葬礼上,幸存的陪审员心里十分不安,当初的九人如今只剩下了五人健在,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和福利院沾边的人, 陪审员四号本是一名神婆,二十年前,他在山里举行个人演唱会,突然一阵阴风起来,四名孩子向自己发出了求救声,说自己是从福利院逃出来的这几个人要杀了他们,教官见状,赶紧堵住了孩子们的嘴,面对这番场景,灭绝师太并没有选择救他们,反而用手指着年纪最小的孩子说,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大家都会死,而这个孩子正是当年的郑云仔,神婆一语成衬,如今已经有六个人,死在了郑云仔的手里, 而这个郑云仔却始终没有现身,深夜,警察收到求救电话,他们根据信号来到报警地点,发现打电话的竟然是一堆死人骨头,白骨死状极其凄惨,这部手机就放在尸骨的旁边,望着现场的照片,警察局长的内心毛骨悚然,他一眼辨认出了辞职的身份,二十年前,自己还是个骗警,一对姐弟被送到了福利院,警察见姐姐长得漂亮,秉升了歹心,当晚,他暴力侵犯了这个女孩,没过多久, 女孩便死在了自己的房间,正当他陷入回忆的时候,后面突然传来了吵闹声,原来是重案组的小组长喝多了酒,对着署长就是破口大骂,署长当了二十年领导,哪受得了这份侮辱,直接和下属硬刚了起来,趁着混乱,柳成俊悄悄偷走了署长的手机,并把队长扶了出去,下一秒,两人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办公室,原来一切都是二人的自导自演,白老板被抓后,柳成俊发现对方竟跟署长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验证猜想,他偷来了领导的手机,发现果然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通话记录,两人打开短信,找到了一条可疑视频,视频里记录了九号陪审员被杀人狂首刃的画面,杀手说一切都是九号的父亲就由自取,负债自偿,天经地义,而女孩的父亲就是他们的上司李鼠长,第二天,几人成立了调查组,暗中调查自己的上司,女孩被杀,鼠长却没有把视频公之于众, 证明这个老六绝对有问题,他们再次履试了几个陪审员的身份,如今的首要任务就是查清幸存的五人和当年的福利员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柳成俊来到六号的料理店,发现六号的亲哥哥,二十年前死在了福利员,他有着重大嫌疑,四号神婆曾经见死不救,因此是被追杀的对象,三号男孩也是孤儿出身,幼年被美国人收养,最近才回国,他自称在美国游泳的时候,脑瓜子进水了,记不得以前的事情,柳成俊直接就信了, 因为他也一样,总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中午,两个人到警局的门口吃了顿汤饭,三号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寻人启事,原来汤饭老板的儿子走多了,二十年来,做母亲的一直没放弃寻找,摸着门口的照片,三号的内心百感焦急,因为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男孩,卖汤饭的大娘就是他的母亲,另一面,一个知情的修女告诉八号,当年是他将郑云仔姐弟二人送进了福利院,可没过多久,便听说郑云仔死了,两人来到云仔的墓地, 柳成俊突然感觉大脑一阵疼痛,小时候他曾亲口听见有个哥哥叫自己云仔,随后他便从滑地上摔了下去,失去了记忆,当时的父母经常因为领养的问题吵架,这让他坚信自己就是郑云仔,是被遗弃收养的孩子,如果郑云仔真的死了,那么又是谁呢? 经过多番打探,成俊终于找到了当年福利院的护工,他问对方是否认识这条项链,护工说项链是自己给郑云仔的,而柳成俊并不是郑云仔,当年福利院逃跑的有五个孩子。 林一叫加百丽,是他们的老大,林七是最近刚被杀的安经理,林二四被车撞死,林一二采中捕兽家不治身亡,林一三的年纪最小,他就是郑云仔。 听着护工的诉说,柳成俊瞬间明白,原来这位护工就是八号陪审员的母亲,看来八号也是郑云仔的报复对象。 果然,深夜杀人狂便悄悄摸进了八号的住处,八号转过身,终于看清了黑衣人的脸,黑色斗篷下面,正是成俊的哥哥法官柳成勋,这样可爱的女朋友你喜欢吗,每天拉着你逛街,拍照,摆出各种奇怪的造型记录,美好生活。 可这天,男人给女孩打去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随后,他听见手机铃声,从柜子里传了出来,冰冷的铁皮柜不断向外渗着血,男人打开门,活泼可爱的女孩竟被人割断了喉咙,凶手故意为女孩换了身JK服,向众人发出了赤裸裸的挑衅。 时间回到两小时前,女孩躺在床上玩着手机,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口哨声,女孩壮着胆子走下楼,看到一个黑衣人手握尖刀在院子里徘徊。 8号躲在角落悄悄探出头,此时,黑衣人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8号转过身,发现斗篷下的那张脸,竟然是法官柳承勋。 另一面,成俊在8号的电脑上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郑云仔,郑云青和家百列的合影,成俊发现这个家百列格外眼熟,紧接着一段记忆,便闯进了自己的脑海。 他想起来了自己的哥哥柳承勋,才是被家里领养的孩子,而哥哥就是幸福福利院里的家百列,得知真相的他冲进哥哥的房间, 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五个木雕,每个雕塑的背后都刻上了孩子们的编号,自己的哥哥就是恩依依,也是孩子们的领头人。 成俊拉开抽屉,里面正是陪审团幸存者的照片,看来哥哥就是小丑杀人案的真凶。 成俊跑回家里质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说女人并不承认哥哥是领养的, 后来他们说只是为了维护哥哥的自尊心,避免别人歧视成俊,所以才一时保守着这个秘密。 这一切显然说不通,不过现在首要的是找到柳成勋的下落,此时同时打来电话,儿童中心的八号陪审员竟然失踪了, 与此同时,他们在地上发现了大量血迹。 成俊没有声张,他来到警厅总部,调去了哥哥的行车轨迹,哥哥果然开车前往了荒芜人烟的地方。 成俊按照线路将车子开上了汉拿山,果然在一座别墅里发现了哥哥的车子。 走近一看,此时的柳成勋正在埋尸,如果没猜错,坑里的尸体一定就是八号。 成俊走上前,疯狂地刨开土层,没想到里面只是一只老鼠的尸体,哥哥说自己开车的时候,撞死了一只大耗子, 由于于心不忍就把他埋了。 此时,八号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半小时前,两人在儿童中心撞见了凶手,对方明显是来暗杀八号的。 保险起见,成俊带着八号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误会虽然解除了,可成俊根本不买账,毕竟哥哥还藏着一个惊天秘密,他就是福利院里的孩子王家百列。 就在几人争论不休的时候,成俊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凶手发来了几张照片,让柳成俊来认领尸体。 原来几人只想着保护八号,就忘了女学生尤娜,还住在儿童中心。 但他们回来的时候,尤娜的血已经被凶手放干了。 时间显示,尤娜死先曾激烈反抗。 除此之外,尤娜还凭借顽强的意志,在门上留下了一行血书,杀我的凶手士。 只可惜这句话还没写完,女孩便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群被福利院奴役的孩子,每天在垃圾堆里翻找值钱的东西。 他们三天只吃一顿饭,食物只有土豆和大酱汤。 如果孩子被打死或者累死了,运气好的挖个坑就地掩埋,运气不好的则被医院拉走,成为解剖客上的工具人。 孩子们经常挨揍,能活着就是个奇迹,被关在地下室,遭遇十大酷刑更是家常便饭,更可悲的是,警察、市长、所有人都在包庇这个地方,他们的命根本不是命。 听着哥哥的诉说,成俊的内心一阵唏嘘,哥哥说,二十年前福利院倒闭后,自己被修养,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其他孩子。 他之所以隐瞒这件事,就是不想成为犯罪嫌疑人,这些受害人真的不是他杀的。 尤娜的死,他十分伤心,单身三十六年,尤娜是唯一一个不嫌弃自己的女孩。 这边八号来到尤娜妈妈工作的地方,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将残酷的真相告诉这个母亲,可没想到对方早就知道女儿被杀了。 他没有表现出半分伤心,反而问女人自己的孩子让人给杀了,有没有什么资金类的赔偿。 听到这番冷血的言语,八号的内心彻底绝望,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妈妈。 夜晚,八号住进了成俊的家,因为凶手原本的目标就是八号,尤娜只不过是个替死鬼,兄弟二人的家,无疑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八号找到自己的妈妈,他终于知道母亲也是当年福利院的施暴者之一,虽然女人没有参与,但之而不报也算是沉默的帮凶。 母亲说自己曾找到电视台曝光福利院,可最后记者却没有将拍摄的视频公之于众。 这个记者便是陪审团的二号殖民导演裴佩莉,为了避免追杀,他将当年的录像藏在了火车站的保险箱。 可倒霉的他刚刚走出火车站,便遇到了凶手,随后便彻底失踪。 当成俊赶到的时候,箱子里早已空位一屋,监控显示,取走东西的人,酷似自己的哥哥柳成勋。 成俊回到家,将哥哥的卧室翻了个底朝天,但却一无所获。 夜晚,他偷偷溜进地下停车场,在哥哥后备箱的暗格,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背包,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凶手的同款帽子和夹壳之外,还有一双黑色运动鞋。 鞋底的油漆痕迹,跟自己昏迷前看见凶手脚底的那个印记一模一样,最终的证据还是指向了哥哥。 成俊跑回楼上,发现哥哥已经跑了,他驱蛇赶忙去追哥哥,到了汉拿山,哥哥悄悄走下车,成俊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此时,一个黑衣人从树林中走了出来,看来两个人果然是同伙。 下一秒,黑衣人掏出匕首,果断一刀扎爆了成俊的妖子。 这个妈妈给儿子买了根雪糕,孩子吃得很开心,妈妈说自己想去厕所,她抱了抱儿子,随后便捂着嘴离开了公园,坐上了一辆前往釜山的公交。 车子缓缓起动,女人突然后悔了,她疯了似的跑回原地,可自己的儿子已完全不见了踪影。 女人慌张地来到警局,向警察说明了情况,她祈求眼前的所长能帮帮自己。 女人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所长将孩子抓走,卖给了山区的福利院。 为了找到孩子,女人在警局门口开了家餐厅,屋子里贴满了寻人启事,等待儿子的归来。 此时的男孩正被关在福利院当苦工,每天遭受着非人的待遇。 男孩最大的梦想就是会到家里吃一顿妈妈做的饭菜,可她心里明白,妈妈是故意把她丢在了公园,妈妈不要她了。 深夜,男孩在逃跑的时候,被捕受家家上了脚踝,自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女人的餐馆突然来了位陌生的年轻人。 一瞬间,女人觉得眼前的男孩很亲切,她被孩子做了一桌子美食。 男孩说自己出了车祸,已经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但她隐约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妈妈的画面。 母亲穿着灰色大衣,米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还为自己买了根很贵的冰淇淋。 听着男孩的描述,女人彻底惊呆了。 二十年前的往事在脑海中不断浮现,男孩终于开口了,她说自己就是大娘的儿子,是消失了二十年的郑银成。 男孩叫了生妈妈,女人瞬间气不成声,为了这一刻,她已经苦苦等待了二十年。 女人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不停抚摸着儿子的手背。 她来到警局,将这一喜讯告知了程俊等人,还对署长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署长赶忙将女人叫到了办公室,听说郑云成失去了儿时的记忆,她的心总算放松了下来。 署长安慰女人说,这要也好,如此一来,她便不记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 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重逢,几人举行了一场认亲派对,期间,女人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男孩的裤子上。 男孩拽起裤脚,露出了一道奇怪的伤疤,望着脚踝的印记,程俊瞬间明白, 福利院里的N12并没有死,郑云成就是零十二号男孩。 九过三旬,程俊故意询问郑云成伤疤的由来,男孩说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听养父母说,自己在被收养之前便有了这道疤痕,从形状来看,应该是踩到某个陷阱留下的伤痕。 小师父自己经常做梦,梦见他一个人在森林里狂奔,这番言论坚定了程俊的想法。 如今,福利院的N1,N12都已经出现了,N7安经理被杀,N24和N13传说已死。 可他们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此时被捅伤的柳成勋还处在昏迷的状态,法医在程勋的肚子里发现了熊切的碎片,竟然是一把由爱德曼金属打造的短刀。 刀的密度很高,上面还残留着生鱼片的味道,也就是说这是一把用来制作料理的餐刀。 如此一来,6号陪审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怀疑对象,警察翻遍了他的所有工具,但却一无所获。 就在柳成勋打电话的时候,6号故意向屁股网友挪了挪,这一举动并没有逃过程勋的眼睛。 他冲进料理台,打开报纸,果然发现了一把燃血的断刀,他交代的确是自己捅了法官柳成勋,至于原因,他始终不肯回答。 警方问他为什么还留着那把凶器,他说刀是自己朋友送的礼物,所以使不得丢。 走出审讯室,程勋明显感觉到对方在胡言乱语,混淆视听,目的就是干扰案件的调查。 第二天,程勋来到一家铁橡铺,老板承认照片里的刀就是自己的作品,为了方便记诈,没把刀上都有一排编码。 按照编码,他很快便找到了买刀的顾客,上面写的名字竟然是郑云仔,郑云仔说自己要买把刀送给弟弟刮胡子,因此店老板的印象很深。 程勋没有让店老板描述郑云仔的模样,反而跑回警局,继续审问六号,六号说自己的哥哥N24,在逃出福利院的时候,被车撞死了,因此他痛恨N1没有照顾好哥哥,所以才一冲动捅伤了人。 为了探寻真相,警方跑到福利院的后山展开调查,果然挖出了很多儿童的尸体,其中便包括A24和N12。 此时,柳承轩的内心泛起了嘀咕,因24还好理解,这个N12怎么也死了,他不是三号陪审员郑云城吗? 为了一探究竟,程勋来到数据库,调去20年前的儿童收养信息,果然找到了郑云城的资料夹,他打开本子,看到了郑云城小时候的照片。 经过比对,程勋发现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郑云城,而是大家都在寻找的郑云仔。 此时的医院里,病房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男人悄悄摸索到了柳承轩的床边。 程勋睁开眼,发现眼前正是捅伤自己的113郑云仔。 郑云仔刚要摘下程勋的氧气罩,下一秒,丧心病狂的白老板竟然走了进来。 郑云仔知道情况不妙,赶忙匆匆离开。 望着老白的这张脸,程勋简直不敢相信,这货不是在看守所吗? 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原来老白又和警察首长搞到了一起。 为了粤语,白老板在牢房里苦练铁头功,脑瓜子磕爆了也没有停止,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在署长的安排下,白老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得不说,老白的演技太好了,深夜,忠诚的组长假扮成一夜护工悄悄来到了病房。 恢复自由后,老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安一询问N13郑云仔的下落。 程勋的嘴不是一般的硬,面对白老板,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 就在老白要掐死成勋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男孩。 没错,那家伙就是郑云仔。 老白冲出医院,此时的云仔早已消失不见。 这一遍,柳成勋也在满大街寻找小郑,而小郑依旧在扮演好儿子的角色。 他挂掉柳成郑打来的电话,不停审问身旁的大妈为什么要抛弃儿子,女人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 紧接着,小郑眼神一狠,他拿起一把刀,静止向女人走了过去。 男孩打开冰箱,拿起一个没洗的桃子,就往嘴里塞,不向这一举动吓坏了一旁的妈妈。 原来,男孩自小就对没洗的桃子过敏,吃一口青色骨头坏死,严重则会引起窒息,成为植物人。 可此时的男孩一脸不屑,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吃桃,从来不洗,一天不吃就浑身刺脑。 妈妈发觉眼前的男孩,有点不像自己的儿子,他自我安慰到,可能是自己老糊涂,记错了。 翻着两人的照片,他始终不愿相信事实。 此时,警察冲了进来,张口就问儿子去哪了,见男孩不在,成俊推开厕所的门,拿走了男孩的牙刷。 他善意提醒大妈,虽然郑云诚自称是你的儿子,可你们并没有验过DNA。 老人赶忙打到了成俊,是不是我儿子,我还不知道吗? 此时,女人已经不在乎DNA是否对得上,他只是想在此前能够体验和儿子重逢的感觉。 哪怕一切只是个骗局,夜晚,放心不下的成俊,再次来到大妈的家,可此时的大妈已经失踪。 另一面,郑云仔将二号陪审也塞进了粪桶,下一秒,一个人影向他走了过来,此人正是六号陪审员,两人明显是不一般的关系。 办公室里,警察署长再次收到了死去女儿发来的信息,画面内容正是二十年前,自己侵犯孤儿郑云静的画面。 署长将电话拨了回去,对方约他明天拿五百万来购买原片。 为了销毁证据,署长找到白老板,决定明天好好会一会这个神秘人。 除此之外,成俊的妈妈也收到了神秘短信,作为韩国卫福机构的大领导。 当年的事情他难辞其咎,家里八号正在熬粥,此时妈妈突然发来短信,点开一看,自己的母亲正被关在地下室。 绑架人郑云仔只有一个要求,现在出门打车到福利院,不准报警,否则后果自负。 八号冲向马路,发现果然有辆出租车在等自己,仔细一看,拉获的司机竟然是六号。 一瞬间,小丑杀人的相关人员全部失踪,警察掰着手指数了数。 一共八个人,看来郑云仔要搞大动作了。 此时柳成勋的伤已经痊愈,成俊决定和哥哥一起去找失踪人的下落。 哥哥说,幸福福利院的院长,住在汉拿山二百四十号,如果郑云仔想报复,肯定会去那里。 成俊持乡来到别墅,发现房子周围果然布满了炸药。 郑云仔打来电话说八个人质都在房间里,只要打开任何一扇门窗,别墅就会爆炸。 随后他让成俊去找附近的铁桶,说是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兄弟二人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果然是福利院院长的尸体。 面对此局,二人大眼瞪小眼,一脸的无奈。 此时成俊智商突然上线,如果人质在里面,他们为什么不呼救? 这里实在太安静了,郑云仔明显在布局,拖延我们的时间。 哥哥也比较赞同成俊的想法,如果人质不在这里, 那最有可能的地方便是幸福福利院的大本营。 男人手握尖刀,不断向眼前的车子逼近,可走近才发现车内根本空无一人。 此时男人身后传来一声,转过头,他的目标正一脸挑衅地看着自己, 望着对方酷似个人练习生的小身板。 当过特种兵的男人笑了,他果断冲了上去,练习生拔腿就跑。 两人在密林里不停穿梭,期间特种兵被绳索绊倒,遭到了练习生的嘲笑。 两人爬了起来,奋且直追,不想踩中了对方部下的陷阱。 郑云仔笑了,为了今天的画面,男孩足足练习了两年半。 另一面,署长拿着一堆钞票,来到了一处地牢,地牢里关着的是小丑杀人案的陪审团成员。 此时,郑云仔从身后现身,警察署长明显慌了,他说自己虽然做了伤害云仔的事情,可云仔杀了他的女儿,所以两人已经扯平了。 扯平,云仔笑了,他显然不会饶过这个老鬼。 署长本以为白老板会按照计划在此时出现,一刀铜死云仔,没想到他向地牢望去,发现老白根本不在,署长拔腿就跑。 云仔一枪放倒,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墙角的老白已经成了残废,一想到自己不能为女儿报仇, 愤怒的老白掀翻了一旁的凳子,声音吵醒了地牢里的其他人质。 大家推开门走进大厅,发现人不是一般的多,八号圣母女主,四号灭绝师太,二号陪大导演,汤范寻子大妈,福利院老牌护工, 卫副高管罗部长,加上白老板和连署长,公有八人困在了这个地方。 二号发现钢尾已经完全锁死,外面的定式炸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监控里,郑云仔用挑衅的声音,向大家公布了游戏规则, 只要你们选出一个人去死,我就饶过其他人的性命。 此时众人面面相觑,人人自卑,郑云仔承诺自己绝对会遵守游戏规则。 紧接着炸弹倒计时启动,十分钟内没有结果,大家就得一起死。 八号鼓励众人齐心协力,不要相信杀人狂的话。 可政界要员罗部长却发出了惊人言论,个人要懂得为多数人而牺牲,我们来选一个人吧。 汤范大妈决心赴死,他说二十年前,他抛弃了儿子,郑云成成为杀人魔,都是自己的错。 八号百般阻拦,他认为应该选出最大恶极的人,此言一出,众人立马炸锅,灭绝认为自己无辜。 可当年正是他发出预言,让众人杀了年仅八岁的郑云仔,导演认为自己无辜,可他拍了福利院的视频,就因为被金钱收买,而选择默不作声,护工认为自己无辜。 可当年他并没有把锤死的孩子送进医院,而是用胡乱的方式为孩子治疗,部长认为自己无辜,可就是他用金钱收买了裴导演,掩盖福利院的真相。 他也是历练上的议员,署长认为自己最不至此,可他为了骗区补助,抓走了许多无辜孩子,他利用职权阻挠办案,所以孩子们的父母才找不到失散的子女。 而至于白老板,他一点也不无辜,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他虐杀的,他的手上至少有二十条人命,八个人里只有八号圣母是无辜的,他站在枝高点狂喷老白没人性,是最该死的人。 白老板怒了,说什么都要杀他来泄愤。 关键时刻,护工爆出了惊天秘密,全剧最狗血的地方来了,八号竟然是白老板的女儿。 原来当年老白侵犯了护工,护工生下了一个孩子,举名白莲花,此人便是八号。 这一屋子的人真的太乱了,只有郑云仔一脸微笑,趴在门口看着几人互相撕咬。 为了活命,署长跪在地上不停祈求云仔能饶他不死。 正当他享受复仇的乐趣时,门外传来了一阵鸣笛声,大救星柳成俊终于出现了。 此时炸弹的倒计时,仅剩下了43秒。 为了拖延时间,绑匪通过广播骂成俊是个二臂。 成俊果然上套,直接跟绑匪吵了起来。 眼看吉祥法奏效,云仔掏出遥控器,果断按下开关。 奇怪的是,炸弹并没有爆炸,众人依旧安然无恙。 云仔彻底蒙了,他拿起一把箱向地牢走去,发现引爆装置早就被人拆了下来。 他一步步走进地牢,不远处,哥哥N1正在等着他,身旁柳成俊用手箱抵住了他的脑袋。 原来成俊刚才只是在吸引云仔的注意力,哥哥柳成俊才是真正的拆弹人。 云仔死死地盯着成俊,嘴里不停地喊着哥,他质问对方为什么一言不发,而成俊的回答只有沉默。 就这样,小丑杀人案的元凶终于落网。 众人很好奇韩国卫副部部长,怎么会出现在绑架现场? 面对记者,罗部长舔着大脸说,他并没有被绑架,只是为了说服犯人才前往了现场。 审讯室里,郑云仔拒不认罪,成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云仔就是小丑杀人案的真凶,案子不是一般的难办。 原本郑云仔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会有他的作案计划,可拆开一看,硬盘早就丢了。 原来是连署长怕自己的罪行被曝光,所以将郑云仔的犯罪资料都扔进了汉江。 为了让云仔认罪,柳承轩决定见见自己的弟弟,两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私密对话,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虽然云仔不是他的儿子,可汤范大妈还是做了丰盛的美食去探望对方。 大妈很好奇对方怎么知道,二十年前自己和儿子诀别的场景,云仔轻蔑一笑,你儿子在逃跑的时候被捕受家家到了腿,我看他太痛苦,就帮他解脱了。 他死前一直在跟我念叨你,所以我才知道这些细节。听到这些话,大妈彻底崩溃了,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吃饭的时候,云仔得意地将盘子里的羊爸爸蛋塞进了背壳里,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柳承轩猜到了犯罪资料的位置。 夜晚,警察去街边吃了粉老檀酸菜,临终的女孩熟练地摘下耳机,扣上盖子。 正是这个漫不经心的举动,将承轩的疑惑解开,此时他已经知道证据藏在哪里了。 男人来到保管室,果然在凶手的物品袋里,找到了一个蓝牙耳机,承轩敲开盖子,里面的确暗藏了一张SD卡。 夜晚,承轩再次来到审讯室,打开电脑,这次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重压之下,云仔交代了事情,是他在雨夜杀死了白老板的女儿,是他在公园卢索陪审团的9号,并用塑料袋闷死了对方,是他在婚礼上杀死了1号和他的女儿。 事后自己还拍了段视频作为留念,云仔不相信承轩是靠自己迫切了案子,他质问对方是不是N11告诉他的。 承轩一愣,紧接着郑云仔的话,瞬间让他毛骨悚然,原来小时候自己本来在滑滑梯,郑云仔从后面将他推了下去。 承轩一嬉嬉的哥哥叫自己云仔,其实哥哥呼唤的是自己身后的那个人。 自那一后,哥哥故意将云仔的项链戴在了承轩的脖子上,每天不停暗示,你就是郑云仔,是被领养的孩子,是福利运的N1320年前,兄弟二人便做好了复仇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关键人就是柳承轩。 承轩作为事件的策划人,每天跟在承轩的身边,引导对方一步步接近福利运的真相,干扰小丑杀人案的调查,为真正的郑云仔被锅。 这次承轩找到二号导演,让裴导将当年的视频录像卖给警察署长,裴导很无奈,视频已经被郑云仔夺走了。 承轩一脸诡异,他说你假装自己有视频就可以了,说吧便转身离开。 当晚,导演找到连署长和罗部长,张口就说自己要拍部纪录片,将当年的真相公之于众,二人彻底马爪了。 为了封住裴导的嘴,罗部长准备了大量现金,裴导很满意,将伪造的视频交给了署长后, 便拿着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裴导走后,两人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从当年福利院到最近杀人案,信息量之大令人咋舌, 这一切都被柳承轩用隐藏的摄像头拍了下来。 这边裴导拎着钱刚走进阴森的小胡同,便被一个板砖放倒了,倒地当场死亡。 黑衣人拎着钱大步离开,看着背影行凶的人像急了法官柳承轩。 第二天,警察在胡同里发现了男人的尸体,如今杀人狂郑云仔已被绳之以法, 按理说不应该再有人命发生。 那裴导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警察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裴导死前曾去吃了顿烤肉,和他同行的还有两个知名人物。 承轩来到包间仔细调查,正在一旁的花盆里发现了一个摄像头。 饭店监控显示,裴导进门和出门的时候,拿的并不是同一个包, 紧接着他将视频快进。 竟然看到了哥哥柳承轩的身影,看来这个摄像头就是他放进去的。 回到家,承轩问妈妈,为什么去见裴导演? 为什么你们刚吃完饭,裴导就死了? 罗部长显然不想正面回答儿子的问题, 可铁正面前,女人已是无法抵赖。 他说裴导威胁自己,要曝光福利院的事情。 他也是没有办法,就拿些钱去收买了这个人。 话到此处,承轩更加好奇, 二十年前的福利院到底发生了什么? 沙发上的夫妻二人一言不发, 他们誓死也要守住当年的秘密。 走出家门,承轩给哥哥打了个电话, 问飞导演,是不是他弄死的? 哥哥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他望着电脑上的视频录像,开启了下一步计划。 夜晚,承轩将所有资料交给了八号, 他相信拥有圣物之心的八号, 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哥哥接下来要干什么? 承轩完全没有头绪, 他找到郑云仔, 质问一一为什么要杀死陪导演? 听到这个消息,云仔显然吃了一惊, 他说恩一一是不会杀人的, 随后便将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 从一开始就是柳承轩策划了这场复仇, 而自己只不过是个执行而已, 他们的复仇原则只有一句话,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承轩的第一个复仇对象是白老板, 第二个是连署长, 两个人都是女儿控, 让他们失去最珍贵的女儿, 无疑是最显恨的报复方式, 可承轩并不赞同弟弟的杀戮行为, 他被弟弟下达的命令只有几个字, 可以绑架, 但不可以杀人。 兄弟二人列出了所有复仇目标, 七号崔斯基世强施暴之罪, 五号安经理背心弃义之罪, 二号裴导演视而不见之罪, 一号董事长监理妄议之罪, 护工赵斯基袖手旁观之罪, 神婆全性子之弱网闻之罪。 柳承轩在正晚纯安开庭前, 便确定了这几位陪审员, 你以为把我抓起来就结束了吗? 不, 只要哥哥还在, 那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结束。 果然, 一段视频被曝光在了各大电台里面, 正是罗部长和连署长收买匪导演的画面, 两个人的丑恶嘴脸被彻底公之于众。 原来, 法官当年为了袒护媳妇, 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甚至在福利远的安排下, 接受了孤儿的特殊服务。 在他的暴力之下, 14岁的郑允静当场惨死, 男孩永远忘不了那个夜门, 他和云仔在后山挖出女孩尸体的那种绝望。 没过多久, 夫妻二人收养了这个男孩, 一方面可以在媒体面前树立善良慈祥的人设, 一方面也可以恩威并施, 让男孩永远闭嘴。 可男孩没有忘记女孩被杀的仇恨, 为了复仇, 他整整计划了20年。 这天, 承勋找到法官父亲, 希望他能承认自己的罪行。 可是到如今, 这个老人依旧在想着怎么翻盘, 老人拿出猎枪对准承勋, 他实在无法容忍, 养了20年的义子, 竟要置自己于此地。 就这样, 父亲一枪打中了承勋的手臂。 此时, 柳承俊也赶了过来, 在他的眼里, 法大于情, 一代大法官就这样被亲儿子逮捕。 承俊质问哥哥20年来, 有没有把自己当作弟弟? 承俊的回答很绝绝, 对于他来说, 承俊只是自己的复仇工具, 柳承俊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 一拳一拳地打向眼前的男人。 同时, 承俊在连署长的通话记录里, 发现了一个神秘号码, 很快, 他便将这个神秘人演了出来, 原来此人竟是白老板的金牌打受浦族掌, 正是他在手掌的安排下, 杀死了匪导演, 抢走了对方手中的现金。 男人本想逃跑, 承俊总算学会了用枪, 他扣动扳机, 一枪打中了对方的右腿, 就这样, 连署长被抓了, 罗部长也被抓了, 柳承俊亲手逮捕了爸爸, 妈妈和哥哥, 自死以后, 他将截人一身。 探监事里, 柳承俊向八号坦白了自己的内心, 其实在他的计划里, 并不会有人被杀, 有纳的死更让他始料未及, 他只是想将当年的事件公之于众, 让相关人员受到应有的惩罚。 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彻底失控了, 郑云仔是个极其不稳定的存在, 他体内的变态基因堪比正八零, 监狱里, 云仔和白老板终究是相遇了, 白老板很后悔二十年前没杀了对方, 他像林小记一样, 将云仔甩来甩去, 照着肚子捅了多刀, 可云仔的生命力不是一般的顽强, 他用牙刷捅穿了老白的脖子, 最终两个恶人同归于尽, 生鱼片用河豚做的生鱼片, 把自己堵死了, 临死前, 他还握着自己和郑云仔的合照, 监狱里的柳承俊已选择自我了断, 但还是没死成, 一年后, 国民陪审团再度开启, 坐在被告级上的人换成了柳承俊, 在护工的配合下, 福利院的罪恶往事被一件件扒了出来, 柳承俊被判处无期徒刑, 八号也在四处奔走, 福利院的受害者家属, 向国家申请赔偿, 故事的结尾, 承俊走在监狱的长廊里, 仿佛再次回到了那座封闭的福利院, 在这场复仇之中, 他本可以全身而退, 但为了弟弟承俊, 他还是选择了自我曝光, 认罪福法,